欢迎收看五间总结的环节 先和大家跟进内地股市收市的表现 见到上证指数今天低位见过2,257点 创了近年来的低位 收报是2,261点,跌了30点 跌幅有1.33% 另外,护心300指数也跌超过1.4% 收报2,442点,跌了35点 而护心300指数也跌超过1.2% 收报9,256点,跌了119点 看看港股表现 恒生指数收市跌了162点 收报18,413点,跌幅有0.87% 另外,国企指数跌了1.15%,收报9943点,跌了115点 成交额有253亿 而期指收市的表现是低税19点,报18,395点 跌了94点,成交量有33,000多张 再和大家看看主要蓝售股收市表现 汇方控股半日收报59.4,跌了7毫 中国移动收报75元,跌了3毫半 而中国银行收报2.79,跌了4千 工商银行收报4.68,跌了3千 建行收报5.47,跌了6千 港交所跌了1.1,收报125.9 新闻基地产收报96元,跌了5千 长实收报87.5毫半,跌了1.8 而中银行收报17.96,跌了4千 中国人秀跌了3毫子,收报19.6 中海有跌了1毫子,收报14.56 中石化收报7.97,跌了9千 中国铝业3.56,跌了8千 而中国海外升了1毫子,收报13.8 而腾讯控股跌了1毫子,收报144.7 回来请问新闻嘉宾 就是来自《耀才证券》研究报的分析员黄卫豪先生 Raffy 你好 你好 不如跟你论论一论内地股市 看到今天上证指数继续沉低位 昨天失手了2千3百点,这是我们的支持底部 其实也想问你,你觉得股市会否继续沉低呢? 上证指数 如果内地股市方面,的确价越走越差 昨天来说,跌穿了2千3百点,大家所谓的政策底之后 都叫回不了上去,今天来说开始更加越走越低 跌势来说,慢慢随着开市之后,就越来越深 即是未来方面,有什么因素左右住,或者未来能够回上去呢? 我觉得某程度上,暂时自己看,仍然是看得偏淡一点 因为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几个因素 一来的,都是叫做充饮着,放水的动作都叫做未有得这样做 正正来说,令市场流动性不断地收紧 另一边商,也有很多新股,在落地都叫做排队上市 所以令市场上的水,进一步都紧绝了 好像上诺说,没有资金的时候,要炒回整个股市,都的确比较难 另外再加上上星期,或者近期出的经济数据,都显示内地经济真的有个限性的风险 所以全部都转出负面的情况之下,内地股市要走高,都的确比较难 所以都是那点,如果短线来说,不能够快点回到2300点楼上 都意味着往下市机会更加之大 我觉得更加来说,下一步支持位,可能要退手到大概2250点 这些位置,才看有没有支持 某程度上,现段的确比较差点 另一边商,大家入市的信息也比较低 例如你见到几天来说,内地股市,两地成交,加上很多都不够1000亿 令到如果某程度上的成交这么低的时候 而刚才所说的因素继续有浮面的时候 的确令到内地股市要走高,都是比较难一点 另外看一下就是一单新闻 就是新澳燃气26800和中石化386提出全购中国燃气384 见到它的股价都飙升超过20% 看看上半周的表现,升了21.4% 收报3.4% 高盛方面,已经出了大行报告 就说今次一个现金的全购符合市场的预期 因为公司上个月中,已经宣布和独立人士讨论拼购问题 高盛仍然维持中国燃气中性的投资评级,目标价在2.8% 报告就指,中石化缺乏下游气体业务的分销渠道 中国燃气是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同时,中国燃气亦可以确保他们天然气有充足的供应 满足他们持续的增长需求 其实见到它是以3.5%的价钱去提出全购 比之前的收盘价2.8%是有成日价25% 其实今天也差不多是那个水位 如果只看这单的交易来说 只看今天中国燃气复牌之后 秋升两成多上来,都很明显看到 暂时大家看这单收购都叫正面 正如这题是这么说的 刚才很多的停摆之前 中国燃气都自己说到 未来有一个收购出来 现在出的结果都叫符合大家预期 甚至不论作价等等方面的日价 其实都算是几落官的 基本上全部都有现金的收购 但另一边相对都见到 虽然用现金收购 但收购买家是中石化和生澳燃气 两者来说暂时资金上都没有很紧注的情况 特别是中石化更加不用担心 而且这单收购中石化出5.5%的金额 而生澳燃气出4.5% 但相关来说 加加万买 我觉得某座上全部都叫做整单交易来说 都是一个正面因素 但唯一差就差在 今日的确好像你们所说 中国燃气叫抽升得上来 的确也越来越加紧坐价3.5% 所以来说 上升上位可能短期内不是太大 亦某程度上可能只是碰一碰3.5%之后 又有机会借射数据或调整 如果某座上大家看中长线的考虑 看实质基本上收购的乐观性 我真的等下来会好些 因为即使大空报告也这样说 或者你自己看也是 收购完之后 的确无论生澳燃气先说 收购完中国燃气之后 其实某座上可以令到 他们成为国内最大的一个天然气供应商 而另一边商 亦都可以优化到中石化方面的销售渠道等因素 所以全部都叫做双跡章 的确我觉得中长线看 无论对业务方面等因素 全部都是正面的 只不过来说 今日来说 是 所以被例催口抽便利 cak短线上升最多也许太大的 所以真的 我会觉得等下回回 trump 才考虑好一些 不如看看整个燃气版 今天的表现是怎样 新澳燃气跌5.3% 做25.65 均嵐能源升0.8% 做10.14 中国燃气升21.43% 做3.4 华润燃气升接近1% 10.92 做1毫子 不如谈谈谈谈 今天可以说是集幅波动 全日点数的波幅只有128点 恒指日中的高位见过18425点 低位是18297点 这么淡静的市况下 Relfie 市场还有什么可以说 要说港股方面的因素 不断强迫只有那几点 的确变化不是太大 大家也知道 欧宅仍然存在着 无论经过峰会或央行议息等等 也好 对实际欧宅来说 这一刻的帮助好像也不太见到 或者说效用也是一个时间性的问题 甚至大家都明显见到 现在很多措施等因素 全部都用来买时间 买得多久 暂时对欧宅实际帮助 其实也看不到 算是这样大的炸弹在后面 的确说现在要很鼓励 或者令到大家肯入市的动力 的确是没什么的 所以正正来说 你会看到这几阵 之前是上个星期也好 或者这个星期之一开始也好 不断的市况都是偏淡 每天来说 成交全天都行 大概500亿左右 甚至半天来说 200亿 今天正正也是 正正在缺乏成交底下 你的市场有很大的波动性 或者很大的抽升动力 的确都比较难 所以仍然是那点 如果以后市来说 我觉得如何看 暂时为止 仍然看得偏淡一点 因为都很害怕 刚才所说的一个比较大的炸弹 仍然在后面 另一边说 中国方面 仍然是经济增长动力缺乏 仍然看不到全面放宽的动作 都很难 两面夹准之下 港股要自己抽升 都很难 但好幸好 今天走势上未至于太差 正正来说 今天裂口下来之后 慢慢走上去 而正正来说 这几下 直至昨天开始 或者今天来说 这麽大的幅度调整之下 其实已经要补回 之前那次 六央行乱手 再加调低存在等因素 那样的大裂口 上升裂口 每场補完之后 如果后市不继续穿下去 即不继续穿回 大概18,300 其实整个形态走得挺漂亮的 但也是那点 如果这个位置都穿得的时候 往下市机会 我觉得仍然存在着 甚至乎来说 不能够快点回到上50天线 都意味着后市来说 有机会市温之前的大约17,500 好 上面都跟进了今天 两只新上市的股份 有就是创业版8215 第一顺态 给招股价3毛至 收报6.01 升成超过100% 另外 另外一只就是6880 豪特保健 没有起跌 仍然是保持招股价1.58 收半日市 谢谢Rafi 都申报一下 刚刚说股份有没有持有 没有 下午1点半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